身穿长袖蓝衬衫搭配绿色背心 即使戴着口罩也能看出经长途飞行 略显疲惫 王皇贵妇奶奶的男友父亲黄丽雄 三号清晨从多伦多返台 一入境就被调查官铐上手铐 因为策判罢击罪 被小姐弟姐通知 他必须逃遇到我们这样用他 纯层不发抑郁配合搜身 一旁还有许多调查局人员介护 而一同返台的还有他 有没有什么话要说吗 黄丽雄的妻子黄琳丽真 披着评测披荆 似乎刻意打扮简单低调 跟在丈夫身后同样遭上靠带回 原来前台大名义黄丽雄夫妇 2018年因投资以美设诈 与儿子黄伯健及贵妇奶奶 一同逃亡加拿大遭同气 日前夫妻两在家国 以遭黑道追杀为由申请政治庇护 但被法院驳回并遭驱逐出境 因此两人也主动联系调查局 表明愿意返台 以医师及往后部落客身份 行销包装吸收资金 导致受害人数众多 于5月2日由家国官员自多伦多 随机借户黄姓夫妇返台归案 黄丽雄与儿子和贵妇奶奶 六年前涉嫌以医美诊所诈骗吸金 捐款新台币10亿元 至于妻子黄丽丽真 则因为另外涉及其他诈欺案 遭失灵地检署通缉 讯后也被借送试检归案 而夫妻两返台真相也曝光 之前是透露 两人年事已高又有病痛产生 才会想要回台利用健保就医 另外更知智黄家仁疑似 早就把资金藏好 返台后恐怕只会说 没钱赔偿被害人 但又能享有台湾医疗资源 如今随着夫妻两归案 贵妇奶奶是否也将回台 司法单位持续紧盯 新新闻综合报道 这期的店铭家仁疑似 谢谢大家